蓝达 蓝达 这位是 小妹 你应该不会跟这个人在谈恋爱吧 对 我们正在交往当中 我们刚开始交往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们应该不会是同居了吧 对啊 对 她刚好要回家 我没有回家 你就是要回家 路上小心了 拜拜 她是做运动草草的 别错 对 蓝达 拜托 你不要错 你妈 不是啊 干我的东西 拜拜 怎么会 蓝达 回去 我的东西 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可以去接你啊 你是我的妹妹 我来看你还需要报备吗 不用 当然不用 随时欢迎的 就是 你这次好像来得突然了一点 还敢问我 你自己看 就是我的脑子 都是你的东西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蓝达刚刚真的好奇怪 不行 我还是打个电话问清楚好了 不要生气了啦 你看看你 你肩膀好紧哦 工作压力很大 来来来 我再帮你加强一下 是吗 你是真的没有时间呢 还是不敢跟我说啊 怎么会是不敢呢 怎么不接啊 应该是刚刚那个人打来的吧 不是啊 这么晚了 怎么还会有业务打来啊 烦死了 不要理他啊 这是你的新身份 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是的 长官 现在最最重要的 就是找一个顶级嗨客 是 要最普通的技能 你要合 好 你要随便给我找一下 妈妈狗 哎呦 哇塞 又找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新小姐啊 还有 小张哥 这一个啊 是在为帮家里还债 然后下海的新人 现在还有为了还债 做这一行吗 嗯 看起来也不像刚出社会 要什么来历 她啊 之前呢是在网路上呢 当湘宁在风向赚钱 是念电子系的高材生呢 哎 妮娜 能在网路上带风向赚钱 你是什么来历 嗯 我的 我的ID是 G U G A 小三哥 她是网路上很有名的女孩客 查清楚她的底细 说不定就是我们需要的人 嗯 乖 有的人吗 宏董 去哪儿 没有想到 又长得这么漂亮的海客 你 进去收 进去收 你都不害怕 有什么好怕的 小姑娘不错啊 见过失眠 冯冯 找到了 果然是做这一行的 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来跟着我吧 我这样的人才 很多人都想要 问题是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只要你通过测试 你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